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地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看望慰问一线防疫人员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落实三个坚定不移要求 不折不扣 坚持第九版 落实二十条 刻不容缓 以快制快 推动各项措施 落地见效 住之成城 打赢这场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坚战 景志海首先来到创新学校方舱医院 详细了解感染者收治情况 要求加强健康监测 充分发挥中药作用 促进感染者早日康复 要精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坚决防止疫情外溢 在天润大酒店集中隔离点 景志海与一线工作人员视频连线 叮嘱他们严格规范管理 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和人间大碍 细心耐心做好服务保障和心理疏导等工作 景志海十分关心社区防控和物资保供等情况 在宁江区民主街道龙原社区 了解到保供超市商品齐全 价格稳定 景志海不时点头 他充分肯定松原实施的保供防疫十步法 要求社区做好居民服务 及时上门配送物资 定时开展公共环境和生活垃圾消杀 松原市要关心关爱一线防疫人员 既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又保障他们合理休息 在敬意农贸市场 景志海实地检查 集中配送 闭环管理等情况 强调要全力抓好保供保畅 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景志海走进松原市便民服务热线办公室 要求认真倾听群众心声 帮助解决极难筹判问题 切实发挥暖人心 聚民心 强信心作用 检查指导中 景志海指出 当前松原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松原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切实扛起责任 全面落实快准言细时要求 因地质疑 与时俱进 科学精准 开展防控工作 尽快遏制住疫情 扩散蔓延 要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 进一步充实基层防控力量 要切实落实四早和四应四尽要求 扎实推进核酸检测 隔离管控 闭环转运 医疗救治等各项工作 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要压紧压实四方责任 加强重点人员管理和重点场所防控 严防发生新的聚集性疫情 要持续扩大无异小区覆盖面 逐步解封风险区域 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抗疫一线 关心群众 尊重群众 帮助群众 引导群众 构筑起全社会共同防控的战线 警教海强调 住劳疫情防控屏障需要全省上下 先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 要坚持防控资源省越统筹 加强对松原等重点地区工作指导和防疫支援 形成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的强大合力 李伟 刘凯参加检查指导 11月28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到长春市 实地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和企业稳定运行工作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适应新冠病毒变异特点 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 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坚决住劳疫情防控屏障 坚决保障事关差业链全局 和涉及民生保障的企业稳定运行 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降低到最低程度 一气物流有限公司东山铁路战场 2300余员工 以点对点通勤和部分闭环管理方式 保持正常生产运营状态 韩骏对此急于肯定 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员工在岗率 把人员控制在最小单元 加强健康监测 做好环境消杀 储备好防疫物资 排除潜在风险隐患 全力保障物流畅通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东北工业集团 疫情期间没有出现病例 韩骏对企业落实落细 疫情防控措施 给予充分判定 强调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把疫情防控措施 细化到岗 责任到人 落实到位 韩骏信长体验场所马后强调 要在公共场所 大力推广场所马 有效记录人员行动轨迹 确保溯源流调 有迹可循 疫情防控精准有力 在大陆汽车电子 长春有限公司 韩骏对企业 一手抓好企业疫情防控 一手抓稳定生产经营的 做法急于肯定 他指出 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 采取发放电子通行证等方法 千方百计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帮助企业 稳产满产 超额完成全年预定目标 在长春金赛药业有限公司 韩骏对企业厂区定期消杀 实现厂区职工零感染的做法 表示赞许 鼓励企业开足马力 稳产满产 截取推出有市场需求的产品 扩大市场份额 欧亚三环购物中心超市 防疫举措到位 货源储备充足 物价稳定 韩骏与购物市民 及超市员工亲切交流 他表示 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物资保工工作 当前 米面 粮油 蔬果 肉蛋等生活物资 量足价稳 希望广大市民坚定信心 理性采购 各级政府要全力做好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保障 切实满足疫情期间 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尽全力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在长春光华学院 韩骏要求 学校发生疫情后 要第一时间处置 教育引导广大师生 科学认识病毒变异特点 提高防范意识 科学做好防护 扎实做好环境消杀等工作 切实助劳 校园安全防线 吴近平 王子莲 安贵武参加调研 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江泽林 主持召开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继续省政协十二届五十八次主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传达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主要精神 听取省政协文史馆建设推进 及下部主要工作的情况汇报 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委员会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 江泽林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省委部署要求 确保年终岁委各项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要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重大部署要求 积极履职尽责 贡献智慧力量 江泽林强调 要坚持文史资料工作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助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效彰显 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吉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的文化软实力 和文化影响力 吴海英 支建华 李景浩 赵小军 曹宇光 蓝洪良 郭乃硕 刘伟出席会议 今天省13届人大常委会 第37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高广斌 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田锦晨 副主任王少俭 张焕秋 贺东平 庞庆波 贾小冬 秘书长韩穆恩 及委员 共50人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副书记范瑞平 副省长韩福春 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徐嘉欣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尹一军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省纪委监委 驻省人大常委会 机关纪检监察组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和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 省职有关部门负责人 列席会议 贺东平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 省自然资源厅厅厅长 台培青座的 关于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草案的议案的说明 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主任委员马军做的 关于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草案的 议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韩福春做的 关于住房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 王少俊作的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张焕秋作的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省人大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全胜 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中民 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荣雅捐作的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 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习秀峰作的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大成 做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报告 会议还对黑土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资金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码和水体治理资金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进行了满意度测评 白城市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全面学习 全面把握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白城而团结奋斗 今天的权威访谈报道 来看记者对白城市委书记李洪慈的采访 李洪慈表示 白城市各级党员干部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更加自觉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新时代赶口之路 李洪慈表示 白城市将坚持工业主导 投资拉动 项目为王 资源规模化开发与装备制造业同步推进的发展原则 加快释放新能源 农畜产品 生态旅游三大资源优势 打造东北地区西部生态经济带的区域中心城市 按照新能源规模化开发和装备制造集群式发展的思路 承接路上风光撒下工程 加快建设绿电园区 探索绿电 绿清 绿庵 绿醇转化模式 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 李洪慈表示 未来白城市要突出一老一小 办好汇民生 暖民心的时事 突出产业发展和环境提升 探索乡村振兴 新路径 抓好盐检地综合治理 构建权域统筹开发模式 加快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彰显白城担当 为有效保护黑土地资源 麒麟省全面推行田长制 让每一块耕地都有自己的守护人 郑空军在黎树县全眼沟村 当村之书已有20年 今年他又有了新身份 全眼沟村田长制负责人 防止那就是有四烂战耕地的 基本农田的 我们就是总防止是这个事 寻查 每两周寻查一次 我们寻查员的是三天一次 当地全面推行田长制以后 郑空军和村干部挨家挨户教育沟通 如今田间地头的村路边 都设有田长制公式牌 县乡村三级田长的联系方式 基本农田分布图一目了然 全眼沟村9000多亩耕地 已全部成为基本农田 在牌烙期间可能挖上一些沟 有没有回田 我们这一季节是寻查是这个事 不影响过年的重量的事 今年9月 四平市县乡村四级田长制全面建立 初步形成四级联动的耕地保护 网格监管体系 同时还借助云数据平台 让常态化监管更加便捷 我们通过到现场 绘制它涉嫌违法 暂地这个图形 然后上传到系统里头 这样通过系统 就能查询到它历年来的现状 这样我们形成一个初步的判定结果 它是否涉嫌违法 如果涉嫌违法 我们将进一步喝茶 调取当事人对它进行询问 此外 四平市还探索推行 利用基站铁塔安装摄像监控 能及时发现非法侵占耕地等情况 开展人房加技房的常态化监管 全面开启智慧田长时代 依托于智慧田长APP动态监管服务平台 让各级田长能够及时准确地发现 非法侵占耕地等情况实现早发现 早制止严查处 目前吉林省现一级 大部分已建立田长制 328个乡镇 3812个村 纳入田长制管理 吉林省提出到2030年 黑土地保护面积将达到6200万亩 耕地质量比13.5初期提高一个等级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1月28号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新闻 高举红旗乘风破浪 中国一气改革创新 走在前列的三大启示 报道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乘风破浪 面对全球汽车工业的大变革 在探索高质量发展 和创建世界一流企业道路上 走在前列的故事 并探讨一气改革创新 带来的启示 11月28号人民网刊发新闻 吉林这八个村 为何上了农业农村部的 红名单系列报道 一长春市九台区 龙家街道洪光村 金色道路称村民致富路 关注多年来 从住房 道路 经济收入 到村民精神面貌 洪光村发生的喜人变化 近日吉林省延吉市 被国务院列入了 33个城市和地区 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年纪将发挥 跨境电子商务助力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 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带动地方经济健康永续发展 11月28号出版的光明日报 对此进行了报道 11月28号 新华网刊发新闻 吉林省稳步推进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级市场监管信息化建设 报道说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 及所处的自然资源调查规划研究院 开发了吉林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级市场监管系统 目前通过验收并投入试运营 连日来 我省各地采取措施 衔接市场供需 加强货品储备 全力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 在长春市陆园区的一家 低利生鲜超市内 货架上摆满了各种新鲜蔬菜 应季水果和粮油淡奶 各种商品供应充足 品类齐全 大家这东西啥天都挺全的 牛羊肉啥天都挺好的 菜呀水果啥天都挺全的 咱们有2000多瓶的冷酷 现在的蔬菜种类呢 大概有20多个品类 像水果也有个20多种 货物的种类也非常的丰富 可以满足这个长春市内的居民的需求 目前长春市低利生鲜系统 供储备各类蔬菜400余吨 水果类200余吨 以及各类海鲜冻货 货源供应稳定 在白城市欧亚超市 新鲜的蔬菜摆满货架 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 一应俱全 货品充足 价格平稳 市场蔬菜水果的掉入量和库存量 能够满足市民需求 咱们进货保值保量层层把关 而且价格比较平稳 我们现场安排了专人 进行对货品的及时补充 保证顾客随时购买到新鲜 充足的商品 在四平市双易超市地质店 大米白面食用油 品类齐全 新鲜的肉类和淡奶产品供应充足 商品价格平稳 货用量非常足 而且价格非常平稳 老百姓慢慢随时购买 为保证全市蔬菜批发市场供应 四平市的东北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 联系全国各地的蔬菜产地 保证货源 目前四平市蔬菜库存量1900多吨 水果500多吨 大米白面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 总体供应充足 科学防控从我做起 当前我省疫情流行的毒株是什么 公众又该如何做好防护 来听省卫生健康部门专家的建议 专家表示 近期我省新冠疫情主要是由 奥密克戎BA.5.2和BF.7 两个变异株引起 同属于奥密克戎BA.5分之 BA.5.2变异株和BF.7变异株 目前也在我国多地流行 我省多地初期疫情 主要传播链为外省输入疫情 进而导致发生本土疫情 相对于过去的流行株 BA.5.2和BF.7变异株主要特点为 一是传播速度快 潜伏期和带间距缩短 感染者从被感染到传染人 平均仅为两天时间 最短仅需24小时左右 二是隐匿性高 大部分感染者无临床症状表现 但同样具备病毒传播能力 三是传染力强 我省部分案例显示 仅与病例同空间短暂交集 就会导致感染 专家提示 虽然此次疫情变异毒株传染性较强 但是原有防护措施依然有效 市民应按照现阶段各项防控措施 不聚集 不聚餐 不聚会 尽量减少前往人流密集区域次数 冬季不只是新冠 也是多种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 科学佩戴口罩 可以有效地降低传播风险 防止疫情扩散 蔓延 也是最简单 最方便 最经济的防控措施 此外 仍要做好其他个人防护措施 坚持勤洗手 长通风 分餐制 用功快 保持社交距离 另外 虽然BA.5亚分支 免疫逃逸能力有所增强 但接种疫苗对于预防重症和死亡 仍然有效 专家呼吁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 尽快完成新冠病毒疫苗 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 疫情防控要充分认识 抗疫斗争的复杂性 艰巨性 反复性 最近一个时期 奥密克戎变异株 呈现出免疫逃逸能力更强 潜伏期更短 传播速度更快的特点 这就需要我们科学识变 病毒传播特性 做到以快制快 有地方使 以快制快将防控工作 再细化 再优化 方能 完整 准确 全面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方能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以快制快采取更为科学精准 坚决果断措施 方能牢牢掌握防控主动权 尽快遏制住疫情扩散蔓延 坚决打赢常态化疫情 防控攻坚战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11月28号临至24时 全省报告新增本地确诊病例23例 其中四平市17例 松原市4例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例 报告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809例 其中长春市388例 松原市231例 辽园市51例 四平市34例 延边周31例 吉林市24例 梅河口市19例 白城市16例 通化市11例 白山市3例 山白山保护开发区1例 11月28号临至24时 全省新增 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60例 其中 长春市39例 松原市13例 四平市3例 延边周2例 白城市2例 通化市1例 提醒广大公众 要继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切实增强防护意识 遵守防控要求 配合防疫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要密切关注各地发布的疫情动态信息 如与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集 或近期有疫情发生地区旅居时 请立即主动向当地社区村屯 或疾控机构报告 按要求配合做好相关疫情管控措施 接种新冠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的有效措施 请广大群众主动尽早接种 要均时外出戴口罩 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做到规范佩戴口罩 勤洗手 长通风 保持社交距离 不聚餐 不聚集 减少疾病感染风险 来自省气象局的消息 受南方气旋和高空槽共同影响 27号开始 五省大部出现降温 降水 雨雪 相态转换复杂天气 目前东南部积雪深度为3到11厘米 最大积雪深度为18厘米 出现在净雨 省应急厅 省农业厅 省气象局 联合发布降温影响提示 受入冬以来最强冷空气影响 我省大部分地方气温将下降8到18度 南部和东部个别地方降幅 可达20度左右 降温同时搬有五级左右偏西或西北风 风寒效应显著 进一各地提前应对 共同防御冷空气不利影响 节目最后一同走进通化东宝集团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一览生物之药企业的风采 感受吉林工业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